我们看定供题 它是两个Rectangle 两个三方形 它要找涂黑的部分的周长 So我们涂黑部分的面积 这个是涂黑部分 然后我们要找它面积 So整个是2X 这边3 这边3 所以这一边是2X-6 在这一边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做应用题的时候 OK So 那个form2 Chapter2 OK 做应用题的时候 不要写单位 一些单位的情况之下 就很复杂了 2X米减3米减3米 一些单位 难度 瞬间提升 同样的 Y-1-1 所以它的高度会是什么呢 所以它的高度会是什么呢 就Y-2 所以在这边它要找Area of Shared Regions的时候 就会是等于2X-6 所以它会变成2X-4X-4X-6Y加12 2X-6Y加12 它要找没有涂黑的部分的那个shared region 这样我们知道Area of大个的那个长方形是2X-6Y 也就是2X-6Y 所以我的Area of Unshared Regions 就是大个的这个2X-6Y 减掉刚刚的这个Area of Shared Regions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就会变成了2XY-2XY加4X加6Y-2XY 所以它会变成4X加6Y-12m2 OK 然后有些人就讲 诶老师这样单位完全不用写Markbook OK 那一个 什么 最终档案才写单位 这样你在做的时候 步骤的时候 写Question的时候 不要写单位 做完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写单位 整个挂扶起来写单位 这样 好 第三题 A number of chairs are arranged in 这么多排 每排有这么多张椅子 他要找他总共有多少层子 in terms of P in expanded and simplest form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读不懂题目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你可以 换 你可以把它变成号码 它有六排 每排有五张椅子 这样总共有多少只张椅子 一张椅子 六五三十三十张椅子 一张椅子 对吧 这样我们知道 哦 这一题的做法是乘 这样你就直接 6P减1乘5P减2 好 这样乘乘乘乘 30P2 减12P 减5P 加2 所以它是30P2减17P 加2 3 所以你不懂要做 加减乘除 还是怎样的时候 放号码进去 你放号码进去的时候 那题目瞬间容易掉 你就知道 哦 6排每排有五张椅子 总共有几张椅子 6乘5啊 用来乘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来乘 好 我们看第五题 入门费 小孩 这么多钱 大人这么多钱 多过小孩的钱 然后 跟他的太太 带着三个孩子去租 他们总共要给多少钱 OK 同样的嘛 好 假设小孩三块钱 大人 比小孩多两块钱 这样就是 大人是什么呢 3加2 5块钱 这样 恩杰阿斯陆跟他的太太呢 这样 这个是两个 adult 然后 三个小孩 三个children 这样 他总共要给多少钱呢 他总共要给 两个5块 三个3块 然后 这样就变成19块 2m 这样 这样 我现在就可以说 ok 小孩 是3m 3m -m 这样 大人 比小孩多2m 就3m 就3m-m 加2m 这样就变成3m 加3m 加3m 加n 所以他变成15m 2m 2m-m 2m-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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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-3m Amy x3 现在我们要找出他们三个人总共的年龄 OK 所以我再知道这一边 她说Amy是三 Amy 是X 然后Zulie是什么呢 Zulie比Amy小三岁 所以她就会变成X-3 然后Amy的妈妈 OK 是 Square of Julia H 就是X-3的Square 是Julie的Square 所以她们三个加起来会是等于多少呢 X加 X-3 加 X-3的Square X加 X-3加 X-6 X加9 然后X-4 然后X-4 X加6 Yers O 这一个 其实是X-3 乘X-3 好 我刚刚用的是公式 前并方后并方前后两倍再中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都慢慢expand X-3 X-3 X-9 X-2 X-2 X-3 X-4 X-9 这一题呢 在考试出现很多次 为什么出现很多次呢 因为课本有类似的一题 所以很多老师都clone这一题出在考试 OK 所以这一题大家一定要回 OK 好 第九题这一边 它是一个P型 它有express area of the trapezium in terms of x OK 我们知道呢 area of trapezium 是1 2 上加下 再乘它的高度 所以我的area 会是1 2 2P-5 加 4P加3 乘P-1 1 2 1 2 6P-2 1-1 这一个 我们其实应该跟他乘出来啦 OK 然后可是这一个它还有高手的做法 OK 我直接跟他乘出来的时候 我想像这边有一个大挂鼓 就是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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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然后他就会变成3P2-3P-P加1 所以他变成3P2-4P加1m2 高手的做法是怎样呢 他把这一个2抽出来 剩3P-1 P-1 抽出来这个东西是在pacterization 这一个部分我们从这一个变成这一个 他这一个叫做factorization 我的这一个6P-2 会变成2挂弧 3P-1 其实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highest common factor是2 我抽2出来 每一个东西除2 月月3月月1 二挂弧3P-1 就是将来的 然后 我这一边我的2跟2可以约 层层层层层 所以他变成3P2-3P-P加1 所以他会变成3P2-4P加1 这个m2 一样 可是这个减短很多 OK 好 第十二题 十一题 NJ Johari 呢 要 build一个 鱼缸 它是长方形的base 它是长方形的base 然后它的长是这个 宽是这一个 它要找area of the base in terms of y 然后expand这样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鱼缸 OK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这样的 它的长呢 是4y-3 宽是y加7 所以它的base area呢 会是等于4y-3 乘y加7 所以这一个乘乘乘乘 所以它变成4y2加28y -3y-21 4y2加25y-21 m2 然后它告诉我y是1.5 y是1.5的时候 它的volume是102 so它的volume是102 然后NJ Johari呢 呃 装了70%的水 然后它要找那个高度of那个水 in the volume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1.5 1.5的话呢 这样这一个 4乘1.5-3 4乘1.5 4乘1.5其实是6 5-3 3 所以它的长度其实是3 1.5加7 1.5加7 8.5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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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5